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总 大家好 这是去上班的路上吧 对 恭喜您入围我们今年2016商业创新武士的榜单 谢谢 荣幸 下面有好几个问题想要问你 好 准备好了吗 没问题 你对音乐剧的喜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学的时候选的第一门音乐剧选修课开始 你目前有演过自己欺慕人生的剧吗 其实有过 在Q大道里面演过一个被保安嫁出去的女性角色 这个配角是吗 没有没有 是他们临时加的桥段 就是为了搞我 好的 那你觉得就是一场音乐剧要吸引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故事吧 然后是要非常好听的音乐 那你还能记得我们第一个就是跟观众见面的剧是哪一句呢 我唐吉贺德 当时的话我们就是连续演出的多少场 二十场 二十场 那有多少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外场就只有我一个 然后负责观众的接待 还要负责检票还要负责打票 第一场是变成自己的检票员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 现在我们已经有多少工作人员了 我们公司有四十个人 然后再加上导演演员会更多 是吧 对对对对 如果在剧主的话应该有两百来个人加起来 那将百老会音乐剧进行本土化这种创新的过程中 你觉得面对最大的困难是吗 我觉得还是在汉化这个部分吧 就是怎么样把一个百老会的剧 然后搬到中国 让中国的观众也能毫无障碍的去欣赏 你还记得就是我唐吉贺德当时是排练了多久 两个多月三个月时间 那现在我们在排一部新剧的时候 时间会更加简短一点吗 差不多六到八周是比较标准的一个时间 对 你觉得中戏合并算是一种成型的 应该是吧 就是细学为鉴嘛 那《青木人生》除了是引入了百老会的音乐剧 你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创新点是什么 应该有很多 我觉得我们在各个环节都有很多的微创新 对有时候甚至我觉得是百老会都没有做的一些事情 我们也在尝试 你觉得在中国推广音乐剧是做内容的创新重要 还是品牌推广的创新重要 就我们目前自己的模式来讲 可能还是品牌推广的创新会更重要 对因为我们要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 看到他们人生第一场音乐剧 那刚开始我们在做《青木人生》的时候 在品牌推广创新场有没有起过什么歪点子 对最早没有钱做宣传的时候 我们会给微博上的大V发私信 然后请他们来看音乐剧 对 他们会同意会来了吗 会 然后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摸准了他们的作戏时间 对然后最终请到了不少像徐晓平 像李银河老师 对还是过来看 然后也有报道说 你们其实团队的人有很多都是非科班出生的 那么你觉得这种跨界来说 它会对你的创新有帮助吗 会有帮助 比如说我们有学法律的 有原来解剖小白鼠的 有原来学工业工程的 对对对 但是他们会带来很多他们原来行业的思维 这个其实在我们的团队内 中间不就会有很多有意思的碰撞 对 那你觉得创新需要那种专业能力吗 需要 我觉得没有凭空而来的灵感 只有建立在带量的准备和调研的基础之上的灵感 就是你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创新 就是大家其实还是下了很多苦功夫的是吗 对对对 那就是其实开始从您辞职 然后开始创业期末生有没有受到我身边的人的反对 没有 对我家人非常支持 对就是从小是一个主意比较正的小孩 那你现在工作的很开心吗 对 通病快乐什么 那现在如果可以的话 你最希望邀请谁来看期末人生的演出 最近吗 说实话吗 请浩然 刘浩然同学 我可以问问他 那你觉得创业等于创新吗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需要创新 对但创业有很多更脚踏实地的事情 对 然后也需要很多的创新 什么样的创新算是有价值的创新 就是在大量的充分的论证的基础之上的创新 才是有价值的创新 而不是说小学店店我一拍脑袋想起了一个idea 对因为idea实在是很不值钱 对 你创业过程中遇到过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 最难忘的一件事 我们13年的时候 当时是我们第一次做中文版的Q大道 完了之后呢 当时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波折 就是到开演前一天我们都觉得这个演出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对会无法进行 但是演出开始之后然后整个的观众就开始疯狂的鼓掌 这个让这个场景让我至今还是觉得非常难忘 对 好的那就最后一个问题 你能用创新这个词造一个句子吗 我还是没有想到 创新有些时候是你被迫无奈的情况下 想到一些好的解决办法的方式 好的行那我就不打扰你去上班的路了 好谢谢 谢谢你谢谢你 好的 好